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学们都去了 非常感谢 给我们这个场面造成了一个很壮观的场面 我们是叫做女性主义写作表征的文化与美学意象 那么为什么要谈它的文化呢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说作为女性主义写作 我们后面要讨论一些问题 就是它是否作为一种写作的这样一个性别特征 是否存在 假定存在 它在美学上有什么一种表现 那么假定不存在 那么它是一种文化 还是一种美学 这个我们可以去讨论 那么今天我想呢 我把一些要点紧要的谈一谈 我想后面留下更多的时间呢 我们来讨论 同学们来提问 好不好 书的我相信大家看过没有 就是我那个课本 大家应该看一看 一定要看一看 在座的现在我们也都知道 这个女同学居大部分 是吧 我们中文系好像是五比一 是吧 但是在很多学校都是五比一 七比一 这个 所以学中文 中文越来越变成一项 这个女性的事业 所以我建议以后 中国作协应该附属在 妇联底下 作为妇联的一个 一个分协会 这才对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现象 所以大家也看到 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说 这个时代 这个我们的引领时代 或者说对时代提供一种 思想文化的 这些都是人文学科 是吧 但是人文学科呢 它越来越多的女性 所以这点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传统的哲学家 文学家 作家 都是男性 是吧 那么今后 女作家会越来越多 我在几年前 曾经写过一篇 文章叫做 《女性化的时代》 大家就网上搜一搜 但是我是用笔名写的 所以用笔名写的就 好像那个名字 不如这个名字 实际上呢 在国外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就是我们那种金戈铁马战争的年代 过去了 到了和平的年代 那么大家越来越平和 越来越宽容 文化呢 越来越具有这样一个人间的情怀 那么这个时候 仿佛到了一个母系的社会 是吧 我们都讲关爱 讲和谐 讲伦理 那么 讲爱 不是讲斗争 不是讲仇恨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整个社会的一种情感的取向 它是具有女性特征的 我在荷兰 我问荷兰人 你们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说大事 当然不要说你昨天晚上吃了一个甜饼 你说很高兴 我说大事 跟国家 跟你们发展有关的大事 他说我们最高兴的事 是我们有一位女王 我们的 我们是女王 而不是国王 大家知道吧 所以英国呢 是说她是女王 所以英国的女王 要把位子传给查尔斯太子 他们英国人 觉得这个 查尔斯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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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闹出了很多的 很多的问题 是吧 所以他们觉得很不爽 他们觉得这个 搞一个国王出来 是吧 这个他觉得 在不符合这种时代的潮流 那么 瑞典呢 这个也是一个国王 那么他们就说 如果说能够是一个女王 他们就更加爽 所以这是因为一个和平年代的一个潮流 所以它实际上是这么一个状况 大家知道 这个柯林顿上台的时候 是女选民是占了非常重要的氛围 分量的 柯林顿的女人语言很好 但是没想到 他后来 这个莱文斯基 是吧 这个让妇女们 受到一点小小的创伤 汤尼布莱尔 当英国首相的时候 只有43岁 在此之前 英国共党 英国保守党执政了17年 英国共党一直选举选举选 但是失败 后来推出汤尼布莱尔 43岁的时候 布莱尔是一个非常英俊的小生 那么 最后一次必须要拿下 拿下他请了公关公司 公关公司干什么 教他微笑 后来你一看 汤尼布莱尔一上台先笑 我反正学不来 那个一笑 我的笑像哭一样 他那个一笑 女选民就觉得 哇这个好 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好 这个人如果做我的丈夫 非常理想 是吧 女选民总是觉得 这个男人 首先能不能当丈夫 他才能不能当首相 是吧 他是这样想的 所以他先要 你这种方式 结果他那一笑 他就 选举就成功了 所以我那三个月 英国的工党跟 跟保守党决战的 1995年 有三个月 我在英国 我天天看他们的辩论 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就是 我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个时代 我们的人文文化 就整个政治 我们看我们的政治家 是吧 我们的政治家 这个当中里边的那种 民政暗斗啊 这个刀光剑影啊 也有是吧 那种叫战也有 但是确实和冷战时期的 那种背后都扛着原子弹 去这个进行国际的交往 是不一样的 虽然现在还是有各种各样的 地缘政治啊 国际的冲突 当然也是很剧烈 但在他表面上 他采取的这种方式 他确实是和平年代的 一种一种取向 特别在国内政治 更是如此 他是一个 更加女性化的一种方式 来展开他的国内政治的 当然在中国 大家会说 这个女性的官员还太少 这个女性的 这个政治家也太少 现在这个最吃香的人叫做什么呢 叫做无知少女 哪一位知道无知少女是什么吗 你谈一谈 你说一下 无党派知识分子 少数民族 你概括的更清楚 就是无党派 是吧 你没有怒党 不是党派 那么知识分子 少 少数民族 女 你必须是女的 男的不行 男的就没有用了 是吧 无知少女 你如果是一个无知少女 你就能够在政治上大有作为 所以大家 这个如果是无知少女 你一定要节省自好 这个不要随便的 这个 不要随便的这个 录了什么党 这个就 就 就 就麻烦了 就不是无知少女了 这个无知少女 这个是你们的这个 你们这个 要保持你们的这样一个 保持你们的真操 是吧 政治生命 我是说政治生命 政治生命 这有点开玩笑的 但是 确实女性主义写作 这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那么女作家越来越多 那么今后这种文学 确实在很大程度上 女性写作要占据 非常重要的地位 那么因此 性别 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文学 性别是否 它是本质化的 它是本质化的 那么 这是我们需要讨论 在此呢 我就不 可能 因为这个内容也太多 我可能就谈一些重点和要点 大家会看到这个 我这里为什么 那个历史叙事中的女性经验呢 就是说 有相对一部分的中国的作家 她们并不强调她的女性身份 而作为一个女性主义写作 她作为一种 不管我们称之为一种现象也好 一种流派也好 还是一种理论也好 那么她其实是在90年代以后的事情 尽管说女权主义理论 我们在80年代有介绍 但是呢 女权主义的形成一种写作上的 一种潮流和一种证实 这都是90年代之后的事情 这是我们大家要理解的 那么 到今天为止 相当多的中国的女作家 她并不一定标榜女性主义 但是 我们怎么去确定这样一个女性主义的概念呢 是所有女性写作的作品都是女性主义吗 所有女性写作的作品都具有女性意识吗 或者说 她有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女性意识 那么这点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 所以我为什么在这里列出一个历史叙述中的女性写作呢 就相当多的女作家 她并不有明确的女性意识 她也并不强调她的女性立场 那么他们也依然是和男作家一样 来展开历史化的叙事 历史的叙事 那么这样一种女性的经验 要放在历史中去理解 放在和男性的文学叙事 同样的格局中去理解它 但是在这样一个格局当中 我们依然会看到某种女性身份 某种女性意识出现 所以当然我们要说 中国的狭义上的女性主义写作 应该是90年代之后的一批女作家 她们特别强调女性立场和女性意识 甚至女性的表达方式和她的风格 但是我们说广义的女性写作 那几乎是从古至今以来的 女作家写的作品 都可以说是女性写作 因为这牵涉到一个理论的前提 就是女性的身份是否是存在的 假定说女性的身份是存在的 那么由此决定了女性的思维方式 女性的语言的方式 女性的价值观念 女性的情感方式 她都不同于男性 她都必然投射到她的文学作品中去 因此女性写作 那就是从古至今都有的 当然在西方 女性写作就更早了 是吧 那么60年代以后 这种激进主义运动 导致了这样一个女性主义写作 当然我们会说女性主义写作有三波 那么60年代 上世纪60年代之前 18世纪19世纪 启蒙主义意义上的 这样一种女性写作 我们会把它称之为 因为现在上述到这么一个 在西方上述到这么一个历史的背景去 本来还是在现代主义的 这一个层面上 来确立女性主义写作的起源 你像原来肖瓦特的这些冷革主义迪伦家 像沃尔夫啊 把沃尔夫这些人 当做这个女性主义写作的 最早的这样一些人物 但是现在的女性主义写作 已经变得这个漫无边际了 就是说越来越往上去回溯 不只是到了启蒙主义时期 甚至更早 你像萨福是吧 古希拉到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都被看成是一种女性写作的浪伤 所以我们到今天为止 怎么去确定中国的女性主义写作的历史呢 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 当然我们可以前此推到五四时期 五四时期也有西方的女性主义运动传到中国 你像这个我们说拿拉出走之后怎么办 这个就表达的是一种女性 那么这些呢 女作家写的作品 当时中国也有一批的女作家 你像丁玲沙飞女士的日记 他表达的是一种女性的在大时代的那种苦闷 你像这些卢颖啊 你像这些作家 他都有他的一种女性的一种意识 那么后来又人认为张爱玲也是女性主义 这个东西就可以有不同的讨论 就是他以非常独特的女性的那种态度和时代 产生一种疏离 产生一种逃避 产生一种距离 也是他女性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一种关注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对于女性主义来说 男作家的作品笔下的女性 永远是带着男性的想象 男性的强权 他们不可能真正的关心女作家的命运 那么大家会看到 怎么去理解鲁迅作品中的 比如说《湘灵嫂》这种情况 是吧 子涓和君生的这样一个故事 是吧 那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一种 什么一种 怎么去关心 是吧 拿拿出走之后怎么办 难道说男作家关心女性都是虚伪的吗 都是投射了一种男权主义在那边 所以包括苏同的笔下 大家知道苏同写女性写得非常的生动 顾斌先生昨天下午到我们中文系演讲 我看到我们班上有好几位同学都去了 那么他认为像苏同这些是对张贤亮 是对女性有非常荒唐想象的男作家 那么他看到这里这不同的文化 昨天我听了顾斌的演讲 我就更清楚了 就是说这种文化的差异的 跨文化的交流几乎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处在不同的文化中的人 他对另一种文化的理解 更不用说语言 就他有一句话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诚恳 我觉得非常说得非常的诚恳 就是说在他们德语 他们德语是非常复杂的 汉学家都不一定具备非常好的德语 都不一定能掌握他们那么复杂的德语 其实同样我们中国人都不一定能掌握非常好的汉语 但是是不是 就中国人你们班上 就是像你们都是北大同学 大家考分都差不多 但是不同的人写的文章不一样 而且有些人的文章非常漂亮 有些人的文章要很差 那距离会差非常多 这是你同一个母语中的论 是不是 那就到我们这个岁数 有些人写的文章非常漂亮 有些人写的文章还是非常非常差 写了一辈子 那这证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你要汉学家去理解 另一种语言的 写得非常非常好的那些作品 那是非常困难 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要把这样一种语言再翻译成他非常好的母语 那又更不可能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翻译家对他母语的掌握 都是最好的 最优秀的 而且掌握了最好最优秀的那些人呢 他是不是会去翻译中国作品 这还是个疑问 对吧 就翻译中国作品 他是不是真的能理解 那样一种非常丰富 美妙的汉语 这还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问题 那么有另外一些 他即使能够理解一种 但是汉语也是千变万化的 有甲皮娃的那种汉语 有莫言的那种汉语 有苏童的汉语 有于华的汉语 他们那种风格 那种语句 是非常不一样的 甲定说让于华去改莫言的小说 会改得一塌糊涂 是不是 因为那语言完全不一样 你让莫言去改写 格飞的小说 那会改得一塌糊涂 是吧 你让甲皮娃去改这个 另一个随便一个 比如说陈忠实的小说 那会改得乱七八糟 是吧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翻译 特别对于汉语来说 汉语太难了 汉语太难了 美国有一个语言学家说 汉语是一个非常容易掌握的语言 汉语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语言 就它一学难经啊 你掌握三千个汉字 你能够表达任何东西 三千个汉字 但是你要掌握汉语的精威精妙 你一辈子都达不到 无底洞 永无止尽的 永无止尽的 嗯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